啥情况啥情况下雪了 哇今年见到的第一场雪 居然是在南方 看看车里现在的温度 4.7度 我就说早晨醒来一看温度计 气温咋这么低 原来昨天晚上下雪了 好冷啊好冷啊 我的水泵没冻住吧 还好水泵没冻住 想不到昨天晚上 既然下雪了 现在室外的温度应该是在 零下2度左右吧 看一下 看一下温度是多少 最低气温是零下3度啊 明天零下4度 散漠两个几现在已经8点46了 昨天晚上又在门口的垃圾人士 一会就去防御厂里装我的太阳能板 啊太冷了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看下的是雨 没想到半夜下车雪了 没想到半夜下车雪了 这还是冰茶子的 哎呀这个气温就得24小时开这柴油锅炉了 早晨就在这吃个牛肉面 吃快点没听车位呀 哎对面有一个听对面得了 车呢就开着去不关了 啊 人挺多的 老板 牛肉面 夹肉的啊 一块面夹肉是吧 啊 气的啊 放点辣椒 牛肉倒上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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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啊 听说厂家这两天在搞搞活动啊 双十二搞活动 车间门是开着的 直接开进去 昨天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 车停好看一下我的板子 哎 这是个啥 这是太阳能控制器吗 这么小吗 要是这么小的话就不错呀 防水型单路控制器 这是板子 骨块 把床还得收拾起来 东西还是 床上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呀 电脑也收起来 今天这个动静搞得比前天装发电机还大呀 今天上铺都要动 呵呵呵 主要是上边有一根线 上边有一根线 从那个最后 最脚上这根柱子中间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从这这样走过来 最终走进电池舱 现在还要在车顶打一个洞 打一个洞 做一个 这样的东西 弯管 把线穿过去 我当时没有留这个太阳能的预留线 为什么给我配着一个小的太阳能控制器吗 它在功能上 跟那个大的一样吗 一样 就只能用我这么大功率的是吧 原来它只是适合于你这种类型的 这个定制款的 定制款的 那个电流的那个电阻呀啥的 没问题吧 没有 不会说是那个大的通过的电流大 这个小的就通过的电力就会小一点 不会啊 里边的线走好了 现在该走外边的线了 外边打孔这个地方呢 给装这么一个弯头 然后用胶分起来 这样的下雨的时候 水就不会流到车梯里边去 就装这个位置 装这个位置 空调附近这两块板子呢 尽量要往外装 往外边装 因为空调这块高起来了嘛 太阳斜射的时候呢 会有阴影 尽量往外装呢 就是减少一点阴影 不过现在下不去了 两个车门边上都有障碍 我只能从窗户 钻出去了 内侧也要打脚 从早上9点 变到下午4点 现在终于干完了 剩最后一点焦一打 把太阳能就安装完成了 一共5块板子 一块大的 两块小的 还有两块长的 一共270瓦 看一下 应该在房子里边 看不出来有充电功率吧 从窗户进房车 啊 里边 暖和 现在是105瓦的用电功率 现在看不出来 这会儿出去也没太阳 应该明天差不多 明天正午 好好看一看 算一算 大概能充多少电 现在可以把车上收拾一下了 垃圾吸一吸 这还有两颗螺丝 把床铺整理一下 弄得太乱了 好 电热毯线 最后再插上 好了